加拿大在星期二正式批准接納芬蘭和瑞典為北約的會員 成為北約30個成員國中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 加拿大總理德魯多說 加拿大完全有信心芬蘭和瑞典能快速而且有效地 與北約整合對北約同盟集體防禦作出貢獻 他還敦促北約其他成員國快速跟進 盡快讓芬蘭和瑞典正式加入北約同盟 在當日夠早時北約各個成員國簽署了一份 接納芬蘭和瑞典為該軍事同盟成員國的議定書 啟動各個成員國批准兩國正式進入北約的程序 依據北約的章程 在接納議定書簽署後 北約所有成員國都必須依據各自國家的程序作出批准 使芬蘭和瑞典正式成為北約成員 並享受北約的集體安全保護 在俄羅斯今年2月大舉入侵烏克蘭之後 芬蘭和瑞典打破了長期堅持的不結盟立場 在5月提出了加入北約的申請書 北約秘書長斯特爾騰·貝格說 這是芬蘭和瑞典的一個好日子 也是北約的一個好日子 我們雖然面對幾十年來最大的安全危機 但是32個國家能夠坐在一起 將使我們變得更加強大 使我們的人民更加安全 他還說北約的大門影響做好了準備 而且願意為他們共同的安全 作貢獻的歐洲民主國家是闖開 芬蘭和瑞典兩國過去長期是北約的合作夥伴 不僅出席北約會議 而且參與軍事演習 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在星期二會議開始的時候說 作為北約組織的未來成員 瑞典對所有盟友的安全是作出貢獻 芬蘭外長佩卡哈維斯托說 芬蘭期待著與北約盟友合作 保衛一個安全而有繁榮的歐洲大西洋地區 他說團結一致 他們在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和民主自由和法治原則的時候就會更加強大